之前有很多的朋友想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Honda HR-V 1.5X 的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是整个车系里面比较入门的 然后采用的是 1.5 自然精气引擎 然后我们今天就找来了一位小姐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 Honda HR-V 1.5X 来小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善 小姐姐从事什么行业 直播大副就自己有做一个小生意 我们这边会放小姐姐的 Instagram 大家follow一下啦 follow follow OK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美善 为什么你会买这个 Honda HR-V 美咯 美 主要是美 就只有就是美吧 而且我多的人比较专意啦 我A秒他就是他 就是 因为那时候有一阵子他的护身很大 是是是 就是全部人都在都在吵着 HR-V 这个 topic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第一辆车 我以前是不开车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很喜欢 SUV 我觉得对于第一个女生开车的话 你 SUV 你会觉得很安全 高视野 高视野 然后又很安全 你会觉得 别人会让父 你自动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最新的就是 HR-V 对没有错 我就觉得就是他了 再加上价格 我觉得很合理啦 是个合理的价格 整个 packaging 就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商品 我觉得性价比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你其实 这样子在你考虑买车之前 如果这样你还没有看到 HR-V之前 你有考虑过什么车 我本来是看 PUJet 2008 嗯 其实那车很帅 很帅哦 我也是很喜欢那种车 2008 还有就是 之前有讲什么 Toyota Corona Cross 可是好像没有出老师吗 有有还有 还有在出 这种哦 很多人有跟我讲 诶 是不是 但对我来讲就是 诶 我喜欢Honda 不然就Toyota 我就是硬子两个 Dream Bay一点的话 只要诶 但只要诶 诶 诶 到最后就选了 HR-V 就选了 HR-V 我觉得 HR-V 我很满意啊 我嫁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多两个礼拜 嗯 OK 我个人是比较好奇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你会买 这个1.5X 因为 人家买 HR-V 就是我要Turbo 不然没有Hybrid 为什么你会买这个 1.5的NA的 哈哈 第一 美哦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前面那个Saron 嗯 我就是AIM准 哦 你喜欢那个横的Saron 对 我觉得它很像Rose Royce 嗯 OK 我们女生就有那种Fantasy 然后那时候我是在online看的时候呢 它弄到很漂亮 而且它有很特别的颜色 嗯 对对对对 国外有很特别的颜色 那时候它火就是因为这一个Saron 嗯 它就每一个基本上它每一个 呃怎么讲啊 它的广告它都是在打着这一个 一条条很多Saron 嗯嗯 白色还有一个是米黄色 嗯 我就看了我就觉得我就是要这一辆 嗯 可是到最后你才发现 哦原来它不同的Saron 它的Saron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我对我自己讲就是我对那种Turbo啊 这些我也没有追求嘛 嗯 我只是真的是要带不安全就好 然后你主要是要那个Grill 嗯 好就它啦 嗯 可是国外其实是跟Body的Color 然后Malaysia是黑色 嗯 然后我看到该年是白色 所以代表你去喷啊 啊去喷 所以你其实觉得这样子比较美 嗯比较美 嗯 我那时候我喷了500块 你觉得会很贵吗 OK啊 其实是OK的 OK是因为它要把它拆出来哦 它们的人要弄到美美 然后它喷了它喷到美美 它要确保没有问题 它才会帮你装回去 其实都是到时间 我觉得500块合理啊 500块合理 我很满耶 很满耶 你看大家你放一个before after 你会feel到哇 就是这种感觉哦 嗯 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辆车没有力吗 没有力 这是我第一次开车嘛 就是我的人生中第一辆车 你要先说你不是第一次开车 你是第一辆车 我人生第一辆车 嗯 我觉得还可以 它不会说卡着卡着 而且我一般我都是按Econ 嗯 嗯 我都是按Econ 他们说省油 嗯 而且 我发现如果没有按Econ的话 我按 我踩油的话 它会充满 反而更有力 嗯 我会有点担心 嗯 对 你的Econ就是它比较smooth 对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control 所以我踩油的那个力度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 你觉得这个动力不是需要 因为你卡可以完成 你point A to point B 的这个需求就够 对不对 是 很简单的 要美哦 然后价钱OK 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有省油吗 嗯 OK我现在满钢的话是72块左右 嗯 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 可以走大概500 540多km 嗯 嗯 其实很省油 其实真的很省油 算是省油吧 70多 我的iris才跑350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的estimate是准的嘛 是不是 蛮准的 通常我自己的经验啊 日系车的estimate 如果你不要去lap它 你就是顺顺驾 其实它的rex是准的 蛮准的 它的误差其实不会超过18% 哦 这样子是 误差不超过18% 其实蛮准的 我那时候 呃就是 那个车人 那个car dealer 他帮我打油 他会打两格嘛 嗯 我最后一个我才去加油 嗯 两格的话我大概走了100多 喂 因为他没有打Fu tank给你 没有耶 可以 因为没有打Fu tank了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是要打Fu tank的 我买车通常都是他们会打Fu tank给我的 蛤 哦 他只是他讲我 充了一个20块给你 为什么 他有这种事情 哈哈 oh no 他是因为他打Fu tank 然后他去test drive 他去test everything 是吗 没有吧 他是说他交给客人 他交给客人 他就应该要Fu tank了 其实车子出来之后 一辆车组装完成之后 他们会打一个5L的油下去 测试那辆车 然后那辆车 到了 dealer的时候是没有油的 哦 但是normally normally 不是全部啦 就是salespan在把车交给顾客之前 嗯 他会打一个满钢油给顾客 不是全部啦 但不是大部分我自己遇到的都会啦 像你的card dealer ok哦 嗯不错 我的salespan很好 哦 我这个card dealer 虽然他没有打Fu tank 但是他在帮我apply apply loan他很近期 他的service ok啦 但是我们要明白啦 留一碗饭给人家吃啦 人家做生意也不不简单啦 对对对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啦 不要砍我啊 不要砍我啊 哈哈哈 我真的怕被砍 ok因为小姐姐刚才讲了 他这个车其实也开了没有很久 大概开了一两个星期 所以要深入的感受应该是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问他一下 这辆车的他喜欢什么功能 与尼森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功能是 对你来讲很有帮助的 我我个人啊 我第一次开 算是第一次买车 第一次买车 我很看重security 安全性 安全性 他有几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第一个就是 autohull autohull 我那个 你就是 我要我带了安全带 只要我吸上安全带 我在traffic light 我是可以不用脚踩这油 他会帮你拉着 他会把我拉着 ok然后呢 你要走你就直接踩油走 这样子 你至死你放低都可以的 对对对 就是你一停啊 他就会帮你拉着 然后你踩油他才会放掉 因为之前好像我开家人的车 他们是属于比较老的车 大概8到10年的车的话 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 feature 那现在我这辆我就觉得 哇可以 方便 很方便 而且你没怎么踩哦 你脚会很累啊 是是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Land Keeping Land Keeping 而且它Land Keeping 我觉得它反应很快 我昨天就是这样子 我昨天可能开到快一点 然后呢又很多车 我就不要panic 所以可能会一下子偏左边 它会帮你拉回来 就吃到那个Land 它会帮你拉回来 而且你不是说很刺啊 它是一点点 它就帮你拉回来的 嗯 它就是make sure 要你走在路的那个Land的中间 它的距离很快 很快 是 它反应很聪明 很快 所以叫这个是你喜欢的 这个是我喜欢的 它另外就是它的reverse cam 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SUV嘛 所以SUV的话 它的后面它屁股大哦 它可能旁边两边 它未必可以看得到 嗯 OK 但是它在detection 我觉得OK 它到最后它有一个 一条线是那种 一格一格一格的线 好我parking线 给你去 给你去阿嘎阿嘎 我觉得蛮稳 我觉得蛮accurate 很准 很准 我觉得是准的 我本身 我不是很会parking的 嗯 而且我喜欢park 是往后park 我要学这个嘛 而且它可以帮到我这一部分 所以如果我觉得 第一次买车 的人 女生 男生可能还好 男生不会这样子啊 女生我去考虑 没有 我很拥赖 因为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可以考虑 很多人讲reverse camera 不要去太过拥赖 相信它 但它的话 我觉得OK 嗯 它地道很大声了哦 其实我还有差不多一寸多 它还是要 提醒你 就是给你保留个安全的GD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 这种当你一个人开车啊 晚上啊 还是你要parking 在parking lot 这个它可以给到你信心哦 嗯 所以这一点是蛮好的 所以三个吧 三个 就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嗯 它的音响 也是 嗯 我相信你 你对这种东西 应该是比较有 比较敏感一点啊 因为 有没有 你之前也是在这种行业里面打鼓 嗯 有一点 嗯 有一点点sense 是吗 嗯 嗯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 它灯都是Auto的 Auto灯很方便是不是 你不用忘记晚上开出门 你忘记开灯 嗯 你只是调你要大灯 还是normal灯而已 我之前就试过一 那很方便 我就试过我开的那辆车 没有Auto light 然后我晚上六点多开车 我开一个多小时车 去到Servant 我去到他们才发现到 哎 怎么那个路那么暗了 然后我没有开灯 哇 没有人哄你 可能路上也没有车 我喜欢这个车灯那么暗的 结果是我自己没有开灯 所以Auto light 真的很有用 嗯 所以这些都是 for security 安全系 嗯 你讲了你喜欢的东西 那么这辆车有什么 你不喜欢的东西吗 呃 不喜欢到没有 因为当你选了这辆车的话 你就要接受它 哎呀就要接受它 是 而且你都知道它有了spec 你决定了你就够了 但如果你问我 我希望可以再贪心一点 嗯 就是它的 坐 它的椅子吧 嗯 可以换成Ladder是这样 哦对对对 这个版本是没有Ladder的 对这个我需要 我之后会换 嗯 我喜欢Ladder看起来比较class 嗯 可是你你不会担心Ladder会 可能park在户外会比较热吗 嗯 我没有这种担心 因为我的Tinted 放满 满黑的 哈哈哈 而且其实 呃 它上任也可以很快啊 如果你找到好的Tinted 嗯 它的椅子啊 这样你的Tinted是什么牌子 呃 我的Tinted是我在一个叫PRIME X Signature 的车 汽车美容店做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然后你大概找钱 我弄了全部的话 呃 加上Sarong 那差不多3000 可是 我 这个是like 朋友送这样子啦 嗯 等一下等一下 我听到了一个重点 它的车去汽车美容店 这样子 你除了Tinted 跟这个Grill以外 你还有做了别的东西 就Sarong 啊 就Grill 这两个 嗯 而且还有一点 一点点的Polish 呃 因为我后面我第一天拿到车 就是 它就有点Scrash 嗯 可能是他们的那个car plate啊 嗯 锁到太紧 我自己又换哦 我又换car plate的 自行那些 哦所以你也是有换car plate 要啦 一定要换的嘛 就是你要弄到很美美就是啊 对啊 就弄到很个性化 嗯 你要Customize 就是这个车就是我的车 就是我的 嗯 嗯 那种感觉 然后你接下来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计划要去弄的那个车 呃就是换leder leder bar 换leder seat 嗯 还有加什么anti-ray 那一种 哦要塗这个Android Android 其实我自己觉得Android 在Maisia很重要 很重要 你塗了大镜之后 其实真的可以增加你的视野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 而且刚才我来就是下雨嘛 嗯 如果你没有放anti-ray的话 它的雨是一直往上走 是是是是 你的视野会不好 嗯 对于女生开车什么的话 而且现在呀 你会开啊 并不知道别人会开啊 啊对对对 这是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有完这种措施 你比较好啊 所以其实你主要还是针对它 你觉得那种不美的东西 是你可以自己去之后去弄的 嗯对 这样子车的那个驾驶感 说你就这样的车舒服吗 还是很舒服 很舒服 它的整个桌的包围感 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 嗯 只是有一点 有一点东西 就是那个 旁边的Side Mirror 它不会 它不能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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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自己开 哦对对对 收折 那个收折 是吗 这个Spec是不能的吗 好像都不能 好像都不能啊 但是它有一个Button 就是你在关车之前 你按那个Button它就会收 嗯 它不是那种你下车了 然后你关门它就会自动收 对对对 我有 我现在开车第二天晚上 嗯 我是走到半路 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开 没有开到 我看到为什么旁边这样暗了 这样暗了 我看到Oh my god 没有开到 这个正常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这样 有时候我也是会这样 所以只有这个这一点啊 我觉得它还不足 其他都对我来讲 不能开到 嗯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讲十分 满分你会打到分给它 嗯 八分 八九分 所以你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车 嗯 我蛮满意的 嗯 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刚才有跟你们提到 你它是比较贴地吧 就它走的时候 它可能不太稳 你是讲它的路感 它的路 嗯 因为其实就是 就像你走不平的路 水平时才会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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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哇 噢 通常这个情况 okay HRV 因为它是比 恢处比较 Spot 的XUV 它的 Suspension 确实会比较硬一点点 会这个程度 这个 Suspension 比较硬 确实会引响到 这个帧勾 那С这个只是体验感 对对对 然后 它等等它没有别的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可能 轮胎都得太忙 見て 轮胎都得太忙 因为 这个是一个小imiz 因为一般上新车出厂的时候 厂商在打胎压的时候会打比较薄 例如讲 一个 Ex-Ambel 可能这辆车它原本的胎压是用 250 它们会打到 300 它们是为了担心可能放在仓库还是哪里的时候 它会漏风 因为漏风了之后轮胎长期这样子被挤压很容易快 所以它们习惯在出厂的时候会打满风 如果 Southpane 在交车给你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去检查这个胎压 你开的时候就会感觉很跳 但是有时候只是这个胎压太满 所以稍微 check 一下这个胎压应该可以有改善 哦 什么呢 就是这样 我刚才讲 是不是我自己驾车技术吗 马北一这样子 没有啦 可能胎压太满而已 哦 OK OK 这样要去看一看 看一看就行 OK 好吧 OK 影片的最后我们来问一下小姐姐这辆车 你供几年 你的利息拿到多少 然后你供期多少 不过这个是一个参考 因为每个人拿到的利息不一样 然后现在利息又高啊 哎 想到这种供车的东西 但是不容易是不是 也没到留下来了 哈哈哈 我的话 因为我想到之后就是可能 可能给家人人怎么样 我就一来我就给供九年 嗯 我是那种我不会让自己 有太多 commitment 的人 嗯 我就 因为现在创业嘛 创业的话你很多时候 cash flow 你也不管啦 还是怎样 我就把那些风险降到最低咯 就九年 然后我一个月大概是千 千 千 一千两百多 一千两百八这样子 嗯 利息的话2.3 2.3 7人低啊 现在都是2.5以上啦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没有错 其实 很多人讲什么 工工五年比较划算 工七年比较划算 工九年不划算 其实最主要还是自己工到舒服 诶对 但是确实不划算啊 我乘了啊 差不多一百三十七千了 我的车原本是一百一十四的 但是如果工九年的话啊 其实一百三十多千了 但是你工九年你工到舒服啊 你的你就不会那么有压力啊 其实到最后自己工到舒服 是最重要的那个点 我觉得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嗯 我觉得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不用去天天讲 七年啊五年啊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对 如果我讲你工九年你觉得你舒服 你的你每个月可以动用的那个 cash flow 是比较充裕的话 那么就九年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嗯嗯 但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知识跟参考 但最后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当然了但是还是自己做决定 人家给的意见都是一个决定啦 嗯 一个决定而已 嗯 最后要问你 要问你一句 你以后的Dream car是什么 如果觉得太小费之后 你的Dream car是什么 诶我喜欢那种电动车 那种很Futuristic的 Apple Car不是要出了吗 Apple Car应该 Apple Car有点难度啦 他们的Engineer一直跑掉 哦 他们的主要的Engineer一直跑一直跑 哦真的啊 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自己在外面坐车是吗 没有他们就跑去别的公司啦 我一直被挖 我现在目前其实我喜欢Tesla Tesla 哦 我觉得它里面真的是太干净了 它就是一个screen 然后没有button 没有button 所以你就是喜欢那种很简洁的design 我觉得很简洁的design 其实 但是HRB One of我喜欢 是它旁边啊 它后面开的那个 它是长 它是flat的 隐藏式的 我觉得 你就看不到那个door handle 对 Tesla也是这样 Tesla你是按进去的嘛 嗯 所以你就是很喜欢那种简洁的东西 对啊 我喜欢干干净净 大的车 都ok了 所以 有人送是最ok的 哈哈 用给钱最ok 所以这样子 你会推荐这个车给其他的观众吗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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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它的安全性在这个spec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再加上它也蛮省油啊 嗯 它蛮省油 然后你体验感也好 你讲到我都想买啊 买它 买啊 买啊 那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预算啊 是 跟自己预算 其实就是讲啊 根据预算的后 自己公道舒服是最开心的 嗯 因为车其实 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讲 你创业嘛 嗯 你就买一辆 你毕业嘛 Mercedes啊 Status很重要 那对我来讲 其实 你想回去 如果是二手的话 它可能有问题 你要修理 你可能afford handle不到的 再加上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level 就不要硬了 我觉得HRV已经是一个 我觉得是这个成就感 嗯 对我来讲是一个 每个人第一次买车就可以买到HRV 没有七个 第一次买车就买HRV 你第一次买车就买HRV 你第一次买什么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这边我们再会放出这个小姐姐的Instagram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小姐姐的情况可以去follow一下 然后也记得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找车的话 要买车就看Automachi 我也是这样子的 哈哈哈 我害羞了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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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